嗨,妳好,我是Kian 妳好,我是可琴 唉唷,我們今天呢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們請到了老師來呢 好緊張喔,一看到老師 我就會小緊張了 因為我是壞學生 OK啦,我們今天呢 要請到這位朋友 她曾經是老師 但是她現在不是了 其實是Content Creator啦 我們歡迎Miss Chiwi Hello 其實會不會很緊張 因為平時在Content上面 都是講英文嘛 會很緊張 因為我覺得我話語不是很好 沒關係,Kian的英文很好的 Oh really? You know my English is very Papa Sang 咯 很好很好很好 她是從那個 New York 回來的 哇 我不懂要講姐 沒有亂講的 我們兩個英文都不是很好 但是其實對妳來講說 妳覺得 language 它是一個 Burials嗎? 就是妳知道我現在mix了咯 YC,謝謝妳,謝謝妳 謝謝妳為了我mix Burials啦,會咯 可能就覺得 我想要中文講得到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可以connect到更多 講中文的audience 你會想要就是reach out to 另外一個就是講中文的那一些 對啊,我even講蠻來文的audience 我就想如果我可以講 all three 語言講得很順 不是更好 然後我可以真的很reach到 很不一樣的audience 因為我的content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只reach到會講英文的audience 或會喜歡聽英文content的audience 但我覺得現在的話 可能妳可以先用那個subtitle來 對對對,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有在try post on小紅書 然後放中文的subtitle 哦 可是我覺得小時候哦 language不是barrier來的咯 真的咯 長大後才是咯 你不覺得咩 反正我們認識越多的grammar啊 然後語言啊vocabs的時候哦 它就變成我們的barrier了 就很壓力 因為妳要講到很完美那樣 可是小時候好像我們在什麼公園啊 還是在那種pub啊 跟不同國家小朋友可以做朋友的咯 我以前五歲的時候哦 媽媽丟我進去那個pub啊 一個小時之後來借我 我介紹五個朋友給他認識 哇哦 US 的啦 Japanese 啦 India 的啦 還有Korean 還有一個是Swissland 的 其實Demis 妳很有自信哦 可是我不會講英文啊 那時候我也不會講Japanese 我跟那個 Japanese 的小孩子就 呀呀啊 這個啊啊 媽咪這個是我的朋友 我還懂他的名字的咧 哇哦 但是現在忘記了啦 可是妳就因為講華語 不是太順 或者是比較太溜這樣子 那妳會不會就是很怕跟 講華語的人講話 會 我現在很壓力 我很怕跟英文講話 那妳講英文啊 ok的 沒有啦我可以mix fix啦 as long as 我可以mix them ok 其實我覺得一樣的呀 好像我在跟一個 好像 english ad的人 講英文很快那種 我會不敢講話的 明白明白 我會覺得啊 他等一下笑我怎麼辦 其實會不會笑 會的嗎 會的嗎 會啦 不 你要make sure 沒有啦不會啦 那妳自己本身就是 從小就想要當老師嗎 嗯 那是妳的dream嗎 小時候就很想要 做自己的content 做一個 以前都成influencer 嗯 我覺得蠻酷的 很想拍video啊 那時候 嗯 然後來為什麼會 變成是做老師的 因為我from five的時候 我就覺得 要找一個 比較有意義的job like I feel like 做老師很有意義 and then我又很喜歡小孩子 and I think I'm very good with kids 嗯 就我可能我跟大人溝通 我也很緊張吧 我跟小孩子溝通 我就不會緊張 like so you put me in a room 這邊都是小孩子 我feel like 我很快可以跟他們 全部都做朋友 為什麼 I don't know咧 可能我是小孩子 inside I don't know 我就可以connect到 我知道怎樣來 弄到他們很有興趣啊 很interested in我啊 因為我看他的video啊 真的耶 他很會 你很會lead小朋友 去回答 然後你會lead他們 去表達他們的feeling which is 我覺得 在這個時代 是很需要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technic嘛 是可以學的嘛 就跟小孩子溝通 我愛你啊 I think the first time 我跟小孩子講話 我就喜歡來跟他玩喔 make it a joke 這樣跟他開玩笑 這樣 所以會講 Oh my god I love your shirt or like is that shirt that shirt is so cute can I have it 這樣 let's change our shirts like 總是 like try to make it into something fun 然後就覺得 欸這個姐姐不錯耶 她會講笑話耶 然後她不像其他的大人 她不會太serious 對對對 所以小孩子真的是都愛玩 可是玩久了 你不會累嗎 對 我會很累 會會會 太real了是嗎 這句話 哈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有一個乾女兒的 嗯 她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就要進小學了啦 我覺得我跟她越來越難溝通了耶 因為 她太 她太有 她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跟她玩喔 她會覺得你很 childish喔 我覺得這個是那個generation的東西 因為我們以前七歲的時候還是 欸還是可愛喔 玩bubbido Cellar Moon啊 其實沒有喔 現在沒有喔 對 她跟我聊kpop 我沒有辦法 我join不到她的conversation 我問她 呃 你未來你的dream是什麼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她講 我以後是jisu 哇 她講她以後是要當idol的那一種 對 因為現在他們都看得很mature的content 嗯 他們都看跟我們一樣的content耶 嗯 所以有時候我在class的時候啊 我要play一些cartoon給他們看 他們講 Teacher this is too We are not 5 years old Don't play this kind of things for us 可是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generation的這種改變啦 嗯 你自己怎麼看 你會不會覺得說他們成長到太快 或者是他們會失去了原本小孩子很需要enjoy的那個stage I think 這個是無法避免的 like we are changing the world is changing 我們以後的孩子一定會用電話 like they will grow up in 這種ipad the world 對嗎 所以很難避免 but um I think 他們還有那種很單純很innocent manal mindset and I don't think it ruins 他們的 childhood but it's more like 我覺得家長必須要有一些比較嚴格的rules 嗯 還有boundaries for 他們 因為 嗯 我覺得我學生看很多他們不應該看的東西 這樣你之前在class的時候是 怎麼樣去like limit 他們呢 在班上我可以control啦 but like 多是他們的free time 都在家 right so 我覺得也是家長要implement 這些rules 因為 很多家長他們不知道他們還在看什麼東西 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 你覺得學生比較難handle 還是家長 oh oh 真的等一下 這是可以回答的嗎 哈哈哈 我要保護我們的miss chv 沒有他現在已經不是老師了吧 哈哈哈 因為對我來講我身邊很多學 很多老師他們都講說 哇handle家長是最累的耶 我也是聽過很多 因為他們會講說跟學生講還ok 然後教學生一套喔 回到去那個家長教的東西就不痛喔 所以你是 你覺得家長會痛嗎 哈哈哈 ok 我要先講 我接觸的家長都很好 so我本身沒有什麼家長的問題 but 我覺得這個problem comes when 一個家長 blame the teacher for everything 嗯 let's say我 as a teacher跟你講 我覺得你的孩子有這個問題 然後有時候家長不能accept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孩子是 最棒的 yeah but I think from一個parent的想法 是他們要protect他們的孩子啦 他們會覺得你在攻擊他的孩子 或者是在攻擊他自己本身 yes 覺得他不會教孩子 這個這個是人的本性喔 有時候人家一講你什麼 你就會很defensive這樣子 對 所以覺得 老師要學習怎麼用很多不一樣的技巧 來 給這個message 不然 有時候parents不能接受 I think這個是那個hard part啦 因為 你沒有想到你當老師 你要學這種skills 所以你的那個eq一定是 很高 要學咯 要從很多經驗學咯 以前我第一次 我做老師第一年的時候 我有一個 我在美國做老師的時候 我一個家長很討厭我 天天在report我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okok 其實我知道 他太美了是不是 他怕他的老公來學校看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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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他的孩子 before我來的時候 他在kindergarten的class 他老師fake他們的成績 蛤 yeah fake成績 for what? I don't know anyways這個老師被開除了 but他fake他的成績 so他來我的班時候 他的grades就drop很多 因為我就給他的real成績嘛 他的媽媽就blame我咯 就不能接受啦 就覺得是我的錯 所以就很多problem 所以我覺得 嗯 從這個experience起 我就學習怎麼跟parents溝通 so now I'm very very careful 如果我要講什麼 他孩子不好啦 還是退步啊 我要想 我會用sandwich method咯 先講好的咯 然後講不好咯 再講好的咯 you know 要想 要用different skills咯 跟家長溝通 所以你還沒有當老師之前 你是一個愛笑的人嗎 愛笑 學笑 就是 沒有就是喜歡的 I笑 yeah I think so 但是你在面對小孩的時候 真的是完 因為看你的video 你真的在裡面 都是來很energetic 然後都一直笑著的 你們被我試過真的 被我 氣死是嗎 瞬間變臉 很生氣 然後真的是 笑不出來的那種 當然有 of course 你知道我沒有潑上去啊 我這種content不好 but of course 你對這樣多小孩子 當然會 會來不耐煩 有時候 會會會會會 but I always tell myself 不可以 放在心裡 因為這個是一個job and他們是小孩子 and他們不是故意的 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 yeah 我們小時候 我們也是做很多 很傻東西啊 我們可能在班上很吵啊 如果我放在心裡 我自己天天不開心地去上學 這樣我也不開心 他也不開心 可是你覺得你跟 小朋友相處的這些訓練的EQ啊 是什麼啊 跟對你現在的工作啊 或者是對你現在 你跟別人收社 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耐心咯 我覺得學生真的是 確認到我的耐心 要很高 其實我發現 你怎樣跟小孩子共通 it's almost the same as 想跟人 like大人溝通 and then我用很多這種技巧 to跟我的boyfriend溝通 怎樣教我 這個我想學 這個我想學 ok with kids right 很多時候我們要做conditioning example 如果他做一個好的東西 過後你要夸 你要夸他 夸他 so 男朋友也是一樣的 對 男人就是需要被夸獎的 然後要去稱讚他 然後要去稱讚他 對 你想要他做什麼 你就越稱讚他 他就會越做的 可是女人也是啊 每一個人都是 就是只要是人都愛被稱讚吧 true 不是嗎 沒有錯啊 好像也是啊 哈哈哈 你是在講要怎樣來反駁我 是嗎 想不到 做人不要這樣愛反駁喔 ok 他說這樣如果遇到小朋友 很會頂嘴的話怎麼辦 喔 然後他安靜的時候 我就很誇張的誇他 我就 oh my gosh like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so quiet right now 不會喔 他們不會耶 他們不會耶 然後我就講 每個人注意這個小朋友 他今天做到很好 我們要跟他學習 這樣 when他做好東西的時候 然後他頂嘴的時候 不可以在每個人面前罵他 因為他就覺得高高在上 他就會更 更想要去sick for attention 更要跟我PK這樣 跟我 so 我會把他拉來一旁 然後跟他講 I don't like how you behave can you be better one on one 喔 很sweet耶這樣子 但是因為呢 這一份是你喜歡的工作嘛 就是你可以跟小孩子一起來玩啊 什麼之類的 那到你現在 你已經沒有再當老師了之後 你會不會想念 當然會 我會去visit他們喔 actually我 好像已經visit他們兩三次了 喔可以回去學校看他們的啊 因為我跟我的老師 他們的關係都很好 我去他們sport stay啊 回去啊帶糖果跟他們吃啊 去meet他們啊 嗯 我覺得這還蠻好的 我剛想到喔 就是我看你一個影片是 你會去好像在路上 來interview小朋友 然後你就把mic給他 如果他講話的話 他就輸了 如果他沒有講話的話 你就會來在那個store 或者是在grocery買東西給他 這樣子嘛 嗯 我就在想到喔 其實你們當老師 會不會也是要教小朋友 就是來怎麼樣 保護自己啊 然後在外面啊 不要跟摸手人講話這種啊 有 會因為你拍了這個video 然後更加幫到他們嗎 可能那video還好吧 但我在我的class 因為我是教life skills的 嗯 所以我有教mental health啊 我有教things like safety internet safety 還是不可以跟怪叔叔講話 這種class 但是因為你做跟小朋友 有關的一些content嘛 然後 會不會那一個comments的部分 也是會比較 有一些人會比較harsh一點 Most of the time 我來做小孩子的content comments ok but 如果我突然間做一個 不是小孩子的content 他們會講你變了 喔 你變了 like 為什麼你要拍不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that's why你就有不一樣的account 嗯 我就spit咯 如果你不想看我的live的東西 你只要看我跟小孩子的東西 你就可以follow另外一個account 喔 可是很奇怪啊 就是你自己的一個platform嘛 對 因為我也喜歡share我自己的live的東西 對啊 他們憑什麼這樣子講 他打生氣耶 那是他的account耶 他要post什麼 他們幹嘛要管 我跟你講他只要講錯一句話 他一點多million的那個followers啊 然後他們一個人一句他都會瘋掉的我跟你講 對吧 然後我發現其實很多人 who leave很多hate comments 以前我會reply的 我很生氣的時候reply 他們有時候我reply過後 他們更開心耶 對 他們更想要攻擊我 對 或他們會講 其實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我這樣寫你才會回我 蛤 我想oh my god 很奇怪耶 很奇怪耶 他們這樣子是那個心裡有些問題這樣耶 可是我覺得你對這種 就是那種haters的comment 真的不用理 因為他們會寫這種不好聽的話啦 不是因為你不好 是他不好 真的耶 對啊 是當下的他可能情況不好 所以maybe他不只是在你那邊寫 他在其他的influencer那邊 會留言不好的東西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樣的人 在每一個人的video裡 對 所以你就要知道那個問題是他們 不是你的content 或者是你的personality有什麼問題 這個要自己很strong咯 不然的話會被好像自己來攻擊自己 但是你從你這樣子過去的experience 跟小孩子去communicate 跟他們的相處 你其實有學到什麼東西的吧 其實他們很聰明 如果one thing is like knowledge wise 因為他們看到很多content 所以他們知道很多information 所以上次他們會教我 我一個學生他教我 你知道嗎 蛤 因為他看video yeah about crypto yeah and then他 teach me about crypto 我嚇到 oh my gosh how do you know this 他幾歲 I think那時候他才90歲這樣 oh yeah so knowledge wise they know a lot yeah I really learn from them oh my god很厲害耶 真的真的 so I think the difference about 我們的generation 跟他們的generation 就是我們的generation we just learn how to 乖乖的在學校 聽背作文 什麼這樣 就是一定的syllabus 然後 然後我們以前讀書之味 那個考試的成績要很好 yeah 現在I think it's a good thing啦 他們比較多information so他們很好學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好像我們這個generation 如果你現在是當媽媽或爸爸 你要有一些心態就是你要去接受他們的 yeah 這個generation It's very hard yes how啊 很難耶 因為我們已經是被plant那些以前的old generation的東西 就現在的小孩子跟你想像中小孩子已經不同了 對你不能用以前的教室方式去跟他講不對不可以嘛 所以那個怎樣啊 有什麼advice可以 因為我以後也是想生baby耶 嗯 雖然我還沒有boyfriend 他想很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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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天都在想 可能我的想法是 我們的parents也這樣看待我們就覺得 我們很不一樣 很難很難control yeah so I think is always changing and like as parents 我們需要改變咯 我們知道的東西不一定是對的 我們以前的 whatever we learn and我們的methods of like怎樣 我們parents想discipline我們啊 不一定是對的 so example 我的parents以前都會打我 做東西 做錯東西要被打 現在as a老師 and我 我覺得打不是the best solution so我怎樣改變 我的discipline style to fit現在的小孩子 in an effective way 重點是 他們會變一個好人啊 好學生 whatever right but我可以用不一樣的method 來reach那個destination 可是我們兩個人還是覺得 有時候真的要打一下 哈哈哈 因為我們 我們兩個從小也是 欸你還好 我還好你 我從小真的是有被打大的 你覺得有用嗎 某程度這樣應該有吧 我覺得有啦 但是喔我媽媽打我 我會怕不是因為我怕痛 是因為我覺得很丟臉 喔 就是很像他打到我的腳啊 然後第二天我去學校的時候 因為我是很愛面子的嘛 然後我就會被其他的朋友 笑這樣說 耶可情 昨天一定是被媽媽打 嗯 我就會覺得很丟臉 然後我就會以後不敢再做壞事 這樣子喔 然後你覺得他 你被打有沒有影響 你跟你的媽媽的relationship 好像你會 小時候一定會很生氣啊 還是什麼 這樣又還好喔 我反而覺得因為他小時候 對我來蠻strict的啦 但是他打我都不是因為我成績不好 他打我都是因為可能我 呃 不吃東西啊 然後浪費食物啊 然後亂丟垃圾啊 然後我亂把tissue丟進那個龍缸那邊啊 他就會逼我下去撿起來 然後打我這樣 我覺得對我是蠻有用啦 嗯 所以你是覺得不要打孩子 嗯 嗯 可是我覺得他的反效果 比他的好的效果多 多很多 可是如果他講不聽耶 可以講半 我覺得punishment是ok的 consequence是對的 就是說 Let's say你 把垃圾丟進龍缸 你需要撕起來 對我一定要自己呢 那個是好的 那個是一種consequence嘛 Yeah Or你不吃東西 可能你喔 等一下就沒有東西吃喔 對我媽媽罰我 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耶 這樣你就學會了 然後不需要打你 你就這樣你就學會 下次不要亂丟垃圾啊 或什麼啊 我是覺得這樣的方法 你看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她聽到你這樣講 之後她結果去跟她媽講 怎麼你當中打我 不要這樣 媽咪為什麼你沒有用更好 更 effective way 來教我咧 Maybe我現在就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我哭一下 不要 沒有 亂講的亂講的 I'm good okok 她現在跟她媽的關係超好 是嗎 然後我也覺得我現在長大成一個很棒很kind的大人 對啊 可是我們是雖然想說有時候要用打的一些方式啦 但是也不是說那種真的 你也帶那種 當然不是啊 小小的小懲罰衣啦 對對對明白 但是你現在enjoy你的live嗎 as a content creator 然後又有去 有入了那個tiktok awards 嗯 enjoy 我覺得我很幸運 that I can live this like in dream life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 有個小小的wish啦 我沒有想到她會成真 and I didn't I cannot believe that我會被入圍 我沒有想到她們會選我的 蛤? 她發我那個email的時候我就 蛤? 我還text那個人 你發對email嗎? 我還double check一下這樣 ok 因為在我們開錄之前呢 我就有問她 我講說 這樣你會不會想要贏啊? 對喔我很想贏啊 然後我好喜歡這種精神喔 很real欸 對啊我都入圍了 我當然就是要贏嘛 對對對 所以我再try啦 看啦我會try叫我學生vote for more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 學生的力量很大喔 因為小孩子都會講說 幫我的老師按幫我的老師按 他們都很supportive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 I mean我被入圍 It feels like我們全部都被入圍的感覺 因為你們整 就是你的學生好像 Oh my whole school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禮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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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他們一起分享 所以他們都feel like they are part of this 不只是他們支持我 It's like 我們全部一起被入圍的感覺 欸我很喜歡這個 這個感覺 就一個community在那邊 對然後是大家一起的 背後撐你 一起做這件事情 一起成長的事 嗯 下一屆再入圍啊 然後下一屆再入圍啊 我們再講來訪問過 OK好 明年再見 明年有信心嗎 欸 我不知道 還沒有開錄的時候不是這樣的喔 我想要贏吧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信心 我會贏啦 因為跟我入圍的 跟我一起nominate 那些人都很厲害 你也很厲害 你也看到你很厲害 謝謝謝謝 對啊對啊 我覺得 只要你講出我想贏的時候 就已經贏一半了 你就已經贏了 因為你有那個confidence 你會用盡所有方法 讓你 讓他實現 對對對 我們一點默契都沒有欸 可以啦 來明年見啊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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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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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